大陆法官在香港高校设党支部《香港学术自由》正受到严重挑战,一批在香港高校就读的中国大陆法官,近期在校内设立党支部,并且公开召开党支部会议,由舆论质疑中共在香港活动的合法性, 便向打破一国两制当中两制,的底线设立中共党支部的风气,近日从国企蔓延至香港学术界,中国国家法官学院官方网站,披露在香港城市大学就读的大陆法官,近日成立临时党支部,并且在校内召开党支部会议法律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黄文俊负责讲课, 宣传中央政策出席会议的39名党员,分别就读成大三个硕士班和博士班,每个班有各自的党支部书记香港,近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吕并全担心,香港高校的教学方针,以致学术自主,会因而受到侵害吕扁权,那遍地都是这样的组织, 由于共产党反对西方普世价值反对学术自由,党支部来到香港的大学校园,其实就是学术自由的敌人,他质疑这样做有否违反香港的社团条例, 如果说,你要以非法组织,取缔其他政治团体,其实对中国共产党,也应以非法组织名义去调查一下,如果经得起法律考验,就没问题如果违反了法律条文香港政府就应该执法。 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执法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少表示,本身是中共党员的大陆留学生在海,外成立临时党支部十分常见他说, 以往中共为顾及一国两制这类活动,在香港高校会低调进行,但相信日后会逐渐公开化刘瑞少内地出来一种声音, 一定要创造既定事实,让你们香港人适应回归十九代以后,习近平也说了对港澳,中央是有牢牢的全面管制权,到现在才在香港公开,只是把这种现象合理化。 慢慢创造既定事实,香港政府和成大校方,视若无睹,他不排除随着形势发展。 香港的高校学生会成为中共招揽的对象刘瑞少,如果他们在香港公开招收党员,就必须解决他们在香港有没有注册的问题,至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并没有注册。 如果以后发展到公开招收党员的话,我估计他们会采取回避的方法。 譬如在大陆入党,就可以了资料显示三个大陆法官学习班,上一月中旬在成大举行开班典礼。 主理嘉宾包括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华成大校长郭卫中,连办法律部副部长刘春华等。 此前中国高级法官法学博士班全体学员,还在成大召开专题政治学习会。 成大法律学院院长和副院长,也有出席博士班班长提出具体要求。 包括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参访活动中,注意维护高级法官形象。 时事评论员刘瑞少批评成大校方,对校园出现中共临时党支不适而不见。 变相打破一国两制当中两制的底线。 特约记者高峰,则编狐狸汉家人网边郭杜相关报道。 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六四人物原目去世。 官方称其共产主义战事特鲁多中国居加拿大公民,不可接受中国热评, 孟晚舟事件走向非西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 2018年12月14日,被控藏毒。 四港人遭菲律宾中身监禁中国,在非洲大撒币美国如何是好。 零八宪章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腾标中共体制内汉奸, 知多少高兴香港占中难代要停,无悔无惧坐牢美中关系四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专题评论0,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同步广播库。 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集中营, 先甘肅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接受调查。 山东上千老兵为权与警激烈冲突, 新疆镇压使王阵杀人如麻为何犯兵兵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联系我们点滴的书页馆。 妈妈的鬼门关中国最高检要求各机关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习近平, 为何对文革,请有独钟高薪编辑,推荐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 来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声,组合格转发声音乐起码。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订阅,迢阅,转发声音乐起码糖, 谢谢观看, Northkyw Sabrina,转发声音乐起码age。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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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或感 thumbnail起码 miedo individ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